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方言与美食系列的知识讲座 那今天老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广东话与广式美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广东话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听说过 在中国有广东省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说在广东省大部分的人说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广东话 当然它还包括了中国的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还有广西的部分地区和海南的部分地区 广东话也有一个更加让常人知道的一个名字 叫做粤语 因为在以前广东的名称就叫粤 那今天老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两个在广东话里面特别有趣的词 一个是德 一个是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德 德这个词大家在普通话里应该都学到过 那应该是得到 比如说我得到了一个很棒的生日礼物 我得到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那它在广东话里面是不是也读德呢 它的意思是不是也是得到呢 那当然就不是了 这个词在广东话里面发音叫做的 记得非常的简单清脆而且发音时间非常的短 叫做的 那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老师向来给大家分享的三种用法 第一个的是一个词 当然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句子 那要怎么来回答呢 比如今天我们一起在大学里面上课 那快下课的时候 你觉得今天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我们可以跟同学一起 在下课后一起去喝咖啡 所以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等会儿一起喝咖啡呀 等着要采洋咖啡呀 如果你同意 那我们一般会回答好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广东话的 所以等着要采洋咖啡呀 再比如 如果今天大家是在公司里面 大家如果在工作 那如果你的领导告诉你 有一份报告 你明天交给我OK吗 可以吗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回答好的 那这个对话 我们要怎么用广东话来说呢 立个report 听也告别我 我们OK 那在这里 大家也会清楚 就是在广东话里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它常常会把广东话 和一些简单的英文 融合到一起 所以比如说报告 刚才老师就用了report 这个英文这个词 所以立个报告 听也告别我 我们OK 第二个老师想分享的是 一个小句子叫 那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 你可以在下课之后 约你的同学一起去喝一杯咖啡 你们到了咖啡厅 可能觉得 嗯 这家咖啡厅的咖啡味道 很不错 味道很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说 一杯咖啡 那它的意思就是 这杯咖啡味道很好 很棒 当才我们还讲到 如果你的领导来告诉你 这个报告 你明天交给他 可以吗 你的回答是好的 那第二天 你的领导发现了 你这个报告做得很棒 他想表扬你 可能他可以这样说 这个报告是你做的 哇 好棒啊 那这样的句子 我们在广东话里面可以讲 你的report还哪一种嘎 哒 好 最后 这个哒 大家会看到 老师给了大家一个 特别有趣的句子 叫做哒哒哒 那这个哒哒哒 是不是表示一种声音呢 是敲桌子的声音吗 哒哒哒 当然不是 那我们说这个哒哒哒 它的用法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你在公司里面 领导交给你一个任务 但是他跟你解释了很多遍 你可能表情还是 看起来非常的迷惑 但其实你已经明白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领导还在跟你解释 然后你觉得 可以不用麻烦他再解释了 那你就可以这样说 好的好的好的 我已经明白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哒哒哒 我明个了 第二个 比如说大家在家里面 回到家里面过暑假 可能父母都会特别注意 我们应该整理自己的床 那有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 我们会偷懒 所以比如说 有一天早上 你起床去吃早餐 爸爸妈妈又发现 你忘记了 整理你的房间 整理你的床 所以他们可能 又开始唠叨你 那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 可能有一点烦 说的太多了 我已经知道 要收拾我的床 整理我的房间 那你就可以说 哒哒哒 你不在港了 好 所以大家现在会明白 哒在这个广东话里面 它主要的意思就是 好或者好的 接下来老师想教给大家 一个特别有趣的句子 叫做 哒哒哒哒哒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个哒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这个哒在广东话里是 事情或者东西 那这个来个 它的意思就表示 一个语气主词 就是来的 那所以 哒哒哒哒哒哒 它的意思就是 好东西哦 好东西来的 那我们要怎么来用它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有一天 你下课 回到你的宿舍 发现你的室友 正在津津有味的 看着一部电影 但是你并不知道 那部电影是什么名字 或者什么主题 所以你可能会问 你在看什么呀 那你的室友就会回答你 嗯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是一部好电影哦 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们常常可以用 广东话来表达 那还台妹啊 好也累嘎 或者当你下课 回到宿舍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室友 正在津津有味的 吃着一个盒饭 你就很好奇 哎 今天盒饭的菜 很美味吗 它吃的是什么菜呢 你可能会问 你在吃什么呀 那这个时候 你的室友可能会回答你 嗯 我在吃一道 很好吃的菜 是一个很美味的 一个食物 那这一段话 用广东话要怎么说呢 你还是什么呀 好也累个 所以 好也累个 在广东话里 它的意思就表示 一切比较 好的一些东西 那它可以是吃的 可以是看的 也可以是玩的 嗯 第二个部分 老师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广式美食 那我们说 其实 呃 广式美食 非常的有名 而且种类很多 各种各样的 都有 那在中国 如果有同学 比较了解中国文化 大家可能听说过 在中国有八大菜系 那其实广东的美食 也是非常的有名 我们常常把广东的这个菜 叫做粤菜 粤菜也是八大菜系之一 可见这个广式美食 非常的厉害 那今天老师选择一个 最地道的 最经典的 最常见的一个广式美食 来分享给大家 那是什么呢 就是 早茶 那什么是早茶呢 好 那在 广东 大家知道 学普通话的时候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互相打招呼的方式 可能朋友之间 不是会说 你好 你好吗 这样一般比较适合 第一次见面的人 那我们说熟人之间 可能会问 你吃了吗 吃饭了吗 那如果我们结束一个聊天 大家可能也会知道 我们常常喜欢 约别人下次一起吃饭 所以常常我们会说 哎 那下次有机会一起吃饭 下次一起吃饭呀 那在广东话里面 他们也有这样的文化 因为是一起的 那但是他们不会用吃饭 他们用的是喝茶 那他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就是大喊明茶 那什么叫饮茶呢 饮茶就是喝茶 那这个得是得到 咸是空咸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空咸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一起喝茶呀 这个就叫做大喊明茶 那广东的早茶是指喝茶吗 那不会大家肚子饿吗 所以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那在图片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茶壶 那当然除了喝茶 我们也会有吃的东西 这个吃的东西 这个词非常的有名 甚至在英文里面 都有它的这个音译词 这些吃的东西 我们叫做点心 那英文里面叫做dim sum 那刚好点心的广东话的发音 也就是dim sum 是跟英文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喝早茶呢 我们怎么来养茶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大家肯定要找到一个喝茶的地方 对吗 所以我们要选好一个茶楼 那老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广州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字号的茶楼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试一试 当然也有别的有名的广市茶楼 第二个我们说喝早茶 喝茶 养茶 当然茶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第二步 大家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茶水 所以第二步你可以跟服务员在菜单上面选好 你喜欢的茶水 那我们说在早茶的时候 早茶的茶水以红茶为主 因为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 我们觉得红茶对胃比较好 比较养胃 比较温和 所以在早茶里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普洱茶 大红袍 当然我们也有铁观音 和比较轻火的菊花茶等等 你可以选择 选好了你喜欢的茶水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吃点心了 对吗 我们要一边喝茶 一边吃点心 我们有点桑 所以第三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点心 大家可以在菜单上面选 那点心的种类非常的多 老师来介绍几个最有名的最经典的 首先是第一个水晶虾饺 哈嘎 那这个是饺子的样子 里面放的是虾肉 非常的鲜美 第二个是一个包子叫叉烧包 叉吸包 第三个是这个蛋塔 蛋塔 最后这个是烧卖 那这四个点心 这四样点心常常也被称为广式点心里的四大天王 就好像上海早餐里的四大金刚一样 就表示是最有名的 最经典的 最常见的四种点心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下 那提到广式点心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广式点心 有很有趣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被分成了干和湿两种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干 什么叫点心是干的呢 那就表示这个点心里面水分比较少 比较干燥 那干点 在广式早茶里面主要的是第一个 像刚才老师讲到的虾饺 哈嘎这种饺子类的 第二个是粉果类的 那当然在粉果里面包裹的就不是虾 是其他的肉类 还有蔬菜 比如说胡萝卜这些 第三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包子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叉烧包 当然我们也有流沙包 奶黄包等等 最后这个是酥皮 它常常是烤出来的 然后这个酥酥的皮呢 跟这个法式面包里面的可颂 特别的像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广式点心里面湿点的部分 那湿点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点心里面是有水分的 那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常见的湿点有这样四个种类 第一个是粥 那我们知道粥 就是米饭里面加很多的水 去煮一煮 所以这是湿点 第二个是肉 这个肉类呢 是它在蒸的时候会加一点水 所以它会有汤汁 有汁 比较的juicy 所以这个肉类也是属于湿点 第三个叫龟苓膏 龟苓膏是一种糖水 它可以清火 最后是这个腐皮卷 腐皮卷就是豆腐的皮 那它是外面一层皮 里面呢可以包鸡肉 或者包猪肉 或者包虾肉都可以 这是湿点 大家会看到最后这个腐皮卷 也是有汤汁 也是有汁水的 所以这四种种类是湿点 好 那我们选好了一个茶楼 大家也选好了自己喜欢的一壶茶 也选好了自己喜欢的这个点心 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干点 选择一些湿点 那最后当然就是好好地享受你的这一顿早茶 我们可以好好养茶了 就可以享受你的这一顿早餐 那我们说广州人或者广东人 包括香港啊 澳门地区所有喝早茶的人的习惯 就是在喝早茶的时候 他们会一边喝早茶 一边看报纸 阅读这个当天的报纸 看看新闻 还有呢就是因为喝早茶的时候 常常会跟自己的家人亲人朋友在一起 所以常常会一起聊天 所以我们说在喝早茶的时候 看报纸和聊天是人们常做的两件事情 那今天的广东话和广市美食的介绍就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更了解多一点呢 那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一起去喝茶 大喊要采洋茶 谢谢大家